Vivion becoming more offer 我們要較更新 的 如果個人想升職加工資 那我們家可以怎樣做呢 那一定要靠風水 因為我有分文的升職位 文的升職位 文的升職位我們用文槍位 因為有時候人們要考試升職 今年文的文的iyoruz在西蘭 你可以坐在西蘭讀書 或西蘭放四支富貴竹 可以放一個筆架或者釣四支毛筆 然後是母織 母織是甚麼意思呢? 例如我做三行、工人、鐵路維修 用手做的東西叫母織 今年的升職位是東南 放八粒白石在水裏 隨便找個水盤 放八粒白色石頭就可以了 即是在沙灘裡塞八粒石頭? 不用,那是花區要買 白色石頭要很白很白 純白色那些的沙灘撿不到 你放一抽那些可能幾十元 石春那些都是 石春就不用圓的任何形狀 不規則都可以的 總之白粒白色的石頭 所以文織在西南 母織在東南 所以自己就記住 希望全世界一起加人工升職 即是經濟好 如果你真是萬一熟暑太歲 最重要是農曆十一月去旅行化解 農曆十一月即是十二月 西曆十二月七至一月六 即是今年還是明年? 是2020 2020年的十二月 是的,因為現在還沒犯太歲 要等到年尾才會 因為每一個新積犯太歲的月份不同 由一月至十二月都有 原來熟暑的犯太歲最嚴重是農曆十一月 即是那個月比較有些可能 悲觀負面情緒 亂想事都沒有出路 就去旅行 是呀 如果是三月六至八月八出生的人 就去西北方 接著八月八至三月六的人 去東南方 所以已經劃了明年十二月一至十 我就去南方旅行 所以要自己記住 是哪個時間和去哪裏 沒錯沒錯 不要去錯方向 請定假 是的,請定假 我也要劃定假 謝謝大家